我最近发现骆驼翔子真是一部神作 你可能都没明白他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就是一百多年前 翔子为了能有料属于自己的车 没日没夜的干活 只用了三年就买上了自己翔子车 但是没想到刚拉了半年 就碰上冰灾被逃兵给撸走了 只牵回了三匹骆驼 翔子咬牙开始攒钱买第二辆 于是自我剥削到了极致 连生产队的驴看来都自愧不如 终于在快要攒够钱的时候 被侦探敲诈一分不生 第三次终于买了车 但是这次不是因为他拉车拉的比别人多 而是傍上了一个年纪很大 长得又黑的富婆虎妞 翔子在跟虎妞结婚之后 虎妞就给他买了辆车 但是好景不长 虎妞死于难产 翔子为了给他办后事 又把车给卖了 在这个过程中 翔子心心念念的女神小福子 被他爹卖了 靠卖身生活 而之后小福子又受不了 这种暗无天人的生活自杀了 最后翔子从北平一带卷亡 成了吃喝嫖毒的该溜子 干完一天快活一天 一百年后的翔子 为了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 没日没夜的干活 掏空了六个钱包 加上背三十年房贷 买了属于自己的房 但是没想到刚买了半年 开发上炮了 房子的地基都打好了 框架也建起来了 好端端的就成了烂尾楼 翔子咬咬牙开始攒钱买第二套 于是自我剥削到了极致 一天打三份工 卷到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终于在快要攒够钱的时候 银行又爆雷了 钱没了 后来经过一番折腾 虽然退回了一些钱 但这些钱刚好购买三匹骆驼 第三次终于买了房 这次不是因为 他一天能打六份工 而是因为他棒上了一个 年纪很大 长得又黑的虎妞 在新房住了三年之后 虎妞跟他分手 这个时候虎妞的丈夫冒出来 说要追回之前赠送了财物 翔子的房子还给了虎妞 此外经过虎妞的一番操作 翔子还道歉虎妞 四百多万的外债 在这个过程中 翔子心心念念的女神小福子 被他爹以高价彩礼 深圳三河成了网友口中的大神 这部小说就两字形容 通透